感觉医生说的都挺有理的 但是 但是整体上又感觉 看了个感冒花了六百多 最后啥也没看出来 到医院了 来看病了啊 那个 一直都是感冒低烧 十来天了 退不了烧啊 到医院来看一看 之前是吃了点感冒 要快课之类的嘛 本来想的扛几天差不多了 但是一直十几天了 这个发烧一直降不下去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溜鼻涕不咳嗽啊 就是低烧 来医院看看吧 刚去那边做了彩槽 做了扁桃体的那个彩槽 现在来这边抽血了 抽血这排队人还挺多啊 我看看啊 这要排个十来分钟吧 这看病的人是挺多的呀 这夜雪要查这么多相呢 这有七八个相呢 抽完血了 刚开始那个女的扎了我两针 没抽好然后又让旁边的医生给我砸的 哎呀然后呢 然后这个CT也拍啊 看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彩槽也做了 做了好几个项目了 我妈做头发了 烫了吧烫头了是吧 烫头 白头发挺多的 要不要染一下 不是啊就这个 烫头就是一个绝绝的你看 绝绝太多了 挺多的挺好的 就是白头发有点多 我妈就老了 头发做好了 看看看看这个效果 刚烫完可以啊 还显得年轻呢 你看给你剪短了 这两边是吧 这两边的头发也少了 然后显得人精神了 我就可憔悴了 来你头低一下 低一下 这是奶奶灰呀 然后我的这个化验报告什么都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拍的那个片子 然后这个是甲状线做的彩操 然后这个呢是化血 咽血的那个报告单 这是CT的那个报告单 一共花了605块钱 加加上15块钱的挂号费 一共花了620 就是结论呢就是啥问题没有 然后那个医生说 回家观察观察 然后没有什么大问题 呃让观察观察再说呢 因为我是连续低烧十好几天嘛 然后把我妈就紧张坏了 我妈天天吹的我说 快去医院看看去 这是咋回事的一直也好不了 每天我这个是白天就正常了 温度什么就正常 一到了晚上就就发烧 特别奇怪嘛 所以就来医院看看吧 现在钱也花完了 检查一切都正常 然后那个医生说 回家观察观察 你之前吃的啥药 现在还继续吃 哎呀看了个感冒 花了620块钱啊 再说一下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啊 这个拍片子就200多呢 为啥要拍这个片子 那个医生说是要排除一下这个 这个肺部有没有感染了 所以是拍了个片子 然后这个为啥拍一个彩操呢 说是因为有点咳嗽嘛 那个医生说是怕是甲状腺感染引起的这个发烧 所以又做了个甲状腺彩操 这个是100多 然后咽了个血 血是200多 呃所以加起来就是600多 哎妈呀 这就是感觉医生说的都挺有理的 但是 但是整体上又感觉 看了个感冒花了600多 最后啥也没看出来 哈哈哈哈 以后就不用 我看你这些小病就不用去医院 你去医院就各种检查 哦是了是了 检查了 像这些感冒扛一扛 就吃点药就过去了 没有必要检查 我我感觉过几天 他自己就会好 走吧咱们现在去吃个饭吧 这附近看看有什么饭店 哎呀 油面液 我给你拿个西红柿啊 嗯 油面康姥姥油面鱼鱼 来 今天都是吃我们山西的油面呢 哈哈 饭店环境还不错呢 你看这个是会的 这个是连汤带面的这样吃 嗯 然后这个呢是蘸的料池 这是羊肉的料啊 还有一个西红柿的料呢 嗯 别的地方好像没有这种吃法吧 你看他这是油面卷嘛 把这卷都挨到一起了 别的地方这个叫油面窝窝啊 然后我们这里叫油面靠姥姥 哈哈 哈哈哈 这名字很奇怪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叫这么个名字啊 然后我蘸了西红柿酱啊 我妈蘸那个羊肉酱 羊肉的比西红柿的好吃啊 那肯定 你二成你二成就肯定不好吃 蘸西红柿的我感觉也很好吃 哎呀 嗯 嗯 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这个面凉了就超难吃 但是热的时候超好吃 汤也咬上 那这是连吃待喝了吗 这个 好了我还要咬羊肉汤 羊肉啊 我妈爱吃羊肉 嗯 你看那么一大碗的那个小料 羊肉 这是辣的啊 如果把它夹出来就行的 羊肉可好吃 又来了一条鱼 哎呀 看着咕咕咕咕咕的 这是趁热吃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 感觉还挺嫩的 这个是鱼头 嗯 吃鱼头吧 平时要对自己好一点 吃好一点 喝好一点 这样心情好一点 就不会得病 平时少得病 就不用给医院送钱 又给医院的钱 不如平时对自己好一点 是吧 是 自己在这吃了喝了多好呢 你看 六百块钱 对去医院给人家送钱 平时该按摩按摩 该吃吃该喝喝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就不容易生病